讓你講話那麼多 還有大家我是先生 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先生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生活科技課常用的四種手線句 一般生活科技教室 我們會用這四把 這種叫手工線句 又叫手工句 曲線句 工型句 都有人講 那如果你去一般的5G行買 你跟他講說 跟老闆講說要買手線句 他有可能會聽不懂 因為一般在業界 他們俗稱這種句 只能叫學生句 那他有分A型和B型 在我們這邊 我手上這兩把的是B型的手線句 那B型和A型 它主要就是差別在於它的句條 那B型手線句 像這兩支是一樣的 它差別是差在句條的長短 還有就是它有帶插銷 B型的手線句它有帶插銷 那有帶插銷的好處呢 就是它安裝容易 我們會請同學來示範怎麼安裝 但缺點就是我們不容易穿孔 如果今天要穿孔的話 必須賺一個超過6米以上的孔 才有辦法做穿孔的動作 那A型手線句就是這兩把 這兩把是A型手線句 待會也會請同學來示範 那這邊就是 我手上拿的就是這兩支劇條的差異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是有帶插銷 一個是沒有帶插銷的 一個是沒有帶插銷的 那我們就直接請同學來示範 怎麼安裝B型手線句 這兩把就要給同學來示範了 我們現在來組裝這支B型手線句 首先 把這個 零件 組到上面去 然後把 再插銷式的 巨條 朝外 朝下 組上去 朝外朝下 組上去 然後 用手的力量 去撐 壓住 扣上去 後來我發現我裝錯邊 後來我發現我裝錯邊 往下 扣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另外一支也是一樣 巨條朝外朝下 用手的力量去撐 好 這兩支劇條 就這樣完成了 有這個有這個有 這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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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首先我們現在要來安裝的是 A型手線句 A型手線句 我們顧名思義看到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這一種 它這一種呢 它是用螺絲去鎖的 那 不難看到這邊 它有一個鐵片 有鐵片 嗯 那 他們的刀片呢 它是這種 平的 平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它裝上去 那它是 它的刀片也跟剛剛的B型句一樣 是向下朝外的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鎖 那 不難看到它 它這邊呢 有一個螺絲 有螺絲 有螺絲用刀片去固定 這個 鋸子 好的 現在我們要來安裝的是 A型手線句 那像在畫面上看到的 有兩項物品 一個就是 呃 鋸子本身 還有一個是鋸條 那 呃 A型手線句呢 在畫面上看到的呢 它是使用螺絲去固定鐵片 然後來夾住鋸條的 所以呢 呃我們 鋸條呢也是有個訣竅 呃就是呢 向外 向下 朝外向下 OK好 那現在呢我們就直接把鋸條夾在鐵片裡面 那注意一下喔 在夾的時候呢 你要先確定一下 呃這個螺絲有沒有 轉鬆 那我們就可以用尖嘴前來把它轉鬆 OK那 我們就先把鋸條 放過去 好 夾在裡面 那 就用尖嘴前把它鎖緊 要撐住要撐 一邊撐一邊鎖它兩個螺絲 讓它有張 我要 這樣 讓我用撐 好 那方向一定意思就是從順子跟自己 所以你 側面右跟空間就要順子 要壓下去 這樣拉緊之後它才會這樣 所以你一邊壓一邊鎖 可以上體 不用那麼垂 稍微 可以緊接一點 對 對 就這樣 要跟桌面 好 這樣就 安裝完成 手要喬一下前面那個 好 這樣可以吧 不是我這樣 裝的 真的比我之前好 真的